OK朋友们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雅思还是没有考成 因为这边的stage 4又延长了 差不多两个月 所以就是两个月之内我都没有办法考雅思 我觉得我已经等不及 而且已经快没有时间了 所以我打算考托福 但是因为我之前没有考过托福 所以其实我并没有经验 然后因为时间紧迫 所以我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来看 从今天开始大概是16天左右 让我来看看我自己能把托福 学到怎么样一个程度 然后能考什么分数 今天我要做的呢 就是先大概了解他的题型 和一些他考的内容啊 然后出题的方式啊什么什么的 我现在在这个托福的官网 这个IBT的官网找一些资源 然后看到他这边有一个 Prepare for the TOEFL IBT Test 下面有一些课程啊练习啊什么的 然后我就点进去了这个课程 发现他们有一个网课 所以我就打算enroll 然后学习一下 把这个网课的阅读部分给学完了 总结了一个这样子的 大概的思路 就包括这个形式 就是一些小技巧在这边 然后这边是问题形式 还有就是怎么列一个框架 我打算下午看一下这个听力部分吧 刚刚还做了一套这个阅读的整体感觉 真的蛮难的 而且时间非常的紧迫 学书类的词汇真的非常的多 所以我就打算开始在我的手机上 背这个托福的必备词汇 下午把网课听力的部分给学完了 然后做了这些笔记 也做了一套整体感觉还可以 口语跟作文明天再看网课的内容吧 比我的托福还有13天 今天我要把口语跟作文的网课给上完之后 就尽量的能多背单词就多背单词 这就是今天的计划 现在认为一个教授的学标 这个是我今天的笔记 就是口语跟写作的笔记 我今天没有什么计划 因为我那个网课上完了 但那个网课也是比较基本的 就是讲题型的一个网课 所以我打算把这个写作的真题做一遍 然后背一下单词 接着呢 我想要再去看一下跟阅读有关 因为我想最先把阅读搞定 我现在要来计时写个作文 进行的还算不错 现在还有八分钟时间 但我已经写完了 然后提交看看 它这我不知道它是人工打分 因为我现在的成绩没有办法马上出来 我大概等了半个小时吧 然后这个分数就出来了 还算比较好 但是还是需要努力 我读了一些范文 然后稍微写了一些 我觉得有用的句式 另外呢 这个网站就可以找同一词 比如说 Different 它就会列一些 就使用起来会比较好一点的 就有时候如果不想要 一个词语用太多次的话 就可以用同一词的办法 我觉得这网站还挺好的 叫thesaurus.com 今天是9月17号 这个时候大概还有11天 我就要考试了 本来我今天打算先背一下单词 因为一直说背单词背单词 然后都忘记背 所以就打算今天一开始就背单词 还有10天 今天依旧从这个背单词开始 我是想说在考试之前 把这个托福的四千多个的单词 输给背完了 所以 OK今天已经背完了 还有9天我就要考试了 今天呢 我打算就是 把写作给 做一个总结 就是总结一些敬意词啊 然后背一些模板 再看看能不能再做一套整体 然后写作就到此 因为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 托福的写作还算比 雅思简单一点点 所以应该没有太大问题 现在呢就是在做这个 同一词 看一下就是能提换 素材什么的都看了一遍 写了一些自己 就是记下了一些自己需要的 整体的话呢今天就算了 然后我想要来看一看这个阅读的长男剧 因为我感觉这是比较吃力的部分 所以我就看一下这些长男剧的训练和解析 大概就是这样子 稍微的看一下 然后训练一下 今天是21号距离我的考试还有一个星期 就下周一的这个时候我就考试 昨天呢就剪了一天的视频 然后我跑去Officeworks买了这个小的便写白板 还有笔 因为这次考的托福是家庭版的 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 雅思啊什么的全都停考了 然后只有这个托福的家庭版可以考 它是有大量的需要做笔记的这个部分 但是为了防止泄漏 防止 哦天呐这风车好大 为了防止题目的泄漏呢 它是要求你一定要用白板写 然后在考试结束之前 它要你全部都擦掉 所以我们家没有这种东西 我就跑去买了一个 我今天感觉不太舒服 因为我胃有点痛 科福的官网上面还有一套听力的真题 我没有做过 我做一套听力的真题好了 我刚刚做了大概五篇听力吧 就是三篇lecture 两篇对话 我的正确率呢是五篇 五篇这个听力材料 然后我错了一套 所以就还ok 所以呢我现在来学习一下口语的部分 看YouTube上面大家 就是发的一些 万语托福口语的视频 然后简单的做了一些笔记 这些呢就是我根据刚刚看的那个YouTube视频做的笔记 我的这个托福账号的界面 它还有一个倒数 还剩五天二十一个小时 那么我今天打算呢 依旧是把单词先背了 今天练习一下口语好了 我现在在练习这个独立的口语 就是问你的观点 对于一个数的观点 但我觉得最大问题在于 它只有四十五秒的跟你说的时间 现在讲完我的第一个reason 就还剩五秒钟 and the second reason is that I get chances to meet a lot of different people since you are traveling alone it's easier for you to approach them talk to them and it's just it's a totally different experience if you get to know a lot of people on the road 今天是二十三号了 还有五天 我今天在看一些 就是以往的整体 然后看一些范例 看一下大家答题的思路 然后自己训练一下这个答题时候的感觉 还有就是尽量的控制时间 还有把这个要点归纳并且说出来 我稍微做了一个小计划 就是还剩一二三四天 接下来四天要做的事情 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做阅读真题 然后我现在在手机上面做 已经做了两篇了 但结果并不是很理想 还是错了蛮多的 今天是9月25号了 我感觉我这录的每天的进度更新 好像每天都长得一样 今天我打算呢 我之前写的计划是 写作的模考 但是 我还是需要去改一下单词的进度 因为还剩三天 但是我还有那本词书里面 我还有大概两千多个单词没有背完 来挑战一下看能不能背完 能背多少试多少 接着呢 我想要再做一篇这个阅读 因为我觉得我的阅读 我还是不太满意 我现在背了1197个 然后总共是有4250个 所以我大概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就还有三分之二 我今天呢主要是把单词的进度 赶了一下贝勒 大概一千个单词 就还剩一千多 看明天能不能背完 我本来昨天想说练写作 但最后练去听力去了 但是今天还是想要再练一下听力 暗定今天就是再磨一下听力 有时间的话再看一下写作吧 做题做到一半 看到外面突然有彩虹 这是不是我考试能考好的预兆 今天是27号 也就是说明天就要考试了 我刚刚是做了两套口语整题 一套听力整题 然后把写作的框架梳理了一遍 再重点记忆了一些万能词句 然后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 我想要做一套阅读整题 我的分数终于出来了 我这几天真的是紧张的 紧张的都有点睡不着 然后在某个下午 偶然间发现分数已经出来了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吧 其实写作并不是我的强项 而且阅读并没有什么时间做题 我就做了大概两套 三套整题这样子吧 口语也比我想象中的好 因为我觉得口语发挥的不是特别好 听力呢就好在这次比较简单 所以就帮我争了口气 那虽然这个分数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好 但是其实我自己也是比较满意的了 几个小建议呢 就是第一个单词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Tofu本来就是比较学术的 所以其实很多单词 如果你不背的话 你真的没有机会接触到 而且真的比较影响作题 我记得我当时的阅读 有一题是这个岩石圈 就是Lithosphere 如果我当时没有背那个单词 我可能整个文章都会有一点点懵 但好在就是我背了这个单词 所以就是心底比较有说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阅读还是相对其他的吉祥来说比较弱 最重要的是要好好把握好时长 尽量就是多做整体去熟悉这个做题的感觉 然后另外听力的话呢 我一开始的听力策略是不一样的 一开始的听力呢 我是记了很多的笔记 但发现真的没有什么用 因为主要它考的还是主纸 就是一个大意 基础比较好的话 你就不要去执着于自己记笔记的速度 主要还是要去理解这个文章 然后作文呢 我得分也不是特别考 所以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最后一个就是口语了 口语的流畅度很重要 真的要流畅 其实跟听力有一曲同工之妙 因为毕竟两个都是要做很多笔记 这就是我这次试考托福的这一次经验 也希望这个视频能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留言评论弹幕转发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